瑞穗乡公所乡镇业务是承先起后 前乡长陈静光执行原民会部落产业扶植三年的计划成效卓著 接任乡长吴万德也向上争取获得了工艺彩券回馈金的计划一注 提供专业加工产品的验证服务 为部落产业的品质把关 部落农民表示对于提升部落产值的水准有相当大的帮助 三年来在部落产业扶植计划中逐渐打开部落各项产业消费市场 知名度与口碑后 农民对于产品食安问题也高度重视 借着专业认证团队的检验认证 让部落各项农产加工品更加天然健康安全无余 不论是地方文旦茶咖啡等农特产 还是各项农产体验部落文化有成 借着部落产业扶植计划成长茁壮 现在农民也透过乡公所的计划协助 能更精进产值水准品质把关 部落农民表示对于部落产业的推广注意相当大 我帮忙很多耶 因为变成是应该是说消费者他需要我们的一些检验的报告 我们可以从那个乡公所那边的那个光方去那边下载 然后再传给客户那扫那个QR Code就OK了 日式乡公所在部落产业扶植计划推动中成功打响锐碎够够产业品牌 相公所原民课长李小梅指出 现在执行原民会补助工艺彩券回馈金计划第二年 逐渐整合提升产值取得各项认证 进一步确保农产加工品的安全 我们目前的产品全部都有通过食品卫生的要求 那没有防腐剂那也有标示发大营养成分 那我们有做一本小册子 那民众看到这个册子的时候可以在这个QR Code 就可以扫描出检验的报告 那也帮我们做农产品加工的推广 原民会部落产业扶植三年计划 瑞瑞向前后任乡长陈进光 万德成先起后的来争取推动 今年争取推动工艺彩券回馈金计划 规划补导部落产品加工认证服务 以及包装行销等等 精进部落产值水准来提升部落的经济产业收入 记者是预兰对次采访报道